日本福岛和废水排海之后 中国立刻暂停了所有日本水产进口 也重创日本渔民的生计 而现在美国决定要出手相救了 由驻日美军长期采购日本水产来作为伙食 美国驻日本大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这是为了消磨掉中国的经济胁迫 而同时G7贸易部长会议周末在日本举行 会后声明当中也呼吁立刻要撤销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而中方则是分别做出汇集 日本渔民快速筛选扇贝手没停过 福岛和废水排海后 中国立即暂停日本水产进口 重创日本渔民生计 盟友美国决定出手相救 驻日美军破天荒采购日本当地海鲜 作为基地和军舰上的伙食 目前已采购首批的一顿重日本扇贝 未来还会增加数量并扩大采买其他水产 不过中国原本是日本最大的海鲜出口对象 去年只有十万多顿的扇贝卖到中国 驻日美军首购的一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伊曼牛这番说法立即遭中方回击 外交官的职责是促进国家间友好 而不是抹黑他国搬弄是非 G7成员国的贸易部长28到29号在日本大阪开会 呼吁立即撤销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虽然没有点名中国 但谴责将经济依赖当成武器的行为 中国驻日大使館则回应强调 各国有权采取防范措施 更要日本反攻自省纠正错误 对不起